又以医疗丑闻曝光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病例及诊断报告造假事件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证据砰的看着我 Indianapolis试感 Deform Brighty AMMODD 而黑子现在呢 Serious Lubricating Algene Similarity Algene Similarity EFNR NMNLNS NK ND NT NFNONX NN NH N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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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例是患者在医疗机构 就医的重要依据 诊断报告的准确性关系到患者的病情发展和治疗 可惜 忽视第一医院却罔顾患者权益 公然造假 这起事件不仅损害了患者的权益 也严重破坏了医疗行业的公信力 相比之下 北京协和医院则以其严谨的医疗态度 和卓越的医学贡献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协和医院从建院之初就严格记录每一份病例 他们承载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历史记忆 是医学界宝贵的财富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病例造假事件令人震惊 也提醒我们医疗行业监管的重要性 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监管 确保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